女排顶级得分王回归 央视体育明确的点赞 直到如今的蔡冰教练将会具备三大底牌 更好地进入到巴黎奥运会 并且拿到大赛的冠军 到底能否做到 我们具备了老一套的阵容 以及年轻一套的阵容 共同结合到一起 最终赢下比赛的冠军 机会是大增了很多倍 分别可以从两方面来展开讨论一下 第一个方面 如今的女排队伍 包括了张产林等选手 是重磅回归到了赛场 并且所打出来的水平非常高 让大家刮目相抗 如今包括了 大家非常熟知的张产林 朱婷以及李莹莹 可以说呢 女排的主攻选手 将会具备很强大的一套阵容 那么张产林在社交媒体动态 她明确会画了 也就是好久不见 张产林所提到的好久不见 这也意味着 她登上了天津女排 重新回归到了超级联赛 也将会重新回归到女排的战队 有了张产林这位选手的重磅回归 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这将意味着 女排的队伍具备更大的帮手 同时能够在赛场当中 展现出更强大的水准 更好地去争夺大赛的冠军 张产林过去所具备的 综合能力水平是非常高的 很多人把张产林称之为 女排队伍 未来的潜力得分数 哪怕说张产林如今 随着年龄不断地增长 但最起码来说 朱婷也好 张产林也好 两位选手都是作为30岁以下的老将 如今呢 还是当打之年 最起码来说 巅峰时期 却还有三年时间 因此 在未来的三年时间比赛里面呢 张产林跟朱婷 两人回归到女排 依旧是具备更大竞争力的 对于央视王体育 也明确地点赞了张产林 并且明确地欢迎张产林回归 从中大家会发觉 有了张产林回归之后 确实呢 女排的竞争力将会加大很多倍 首先 对于天津女排战队来说 拥有张产林的回归 整个球队的状态 气势都会大大提升上去 天津女排原本也是作为 超级联赛当中最大的冠军 争夺者 直到如今 天津女排具备的竞争力 以及具备的这一套阵容 将会更加强大 那么包括了央视体育 大力点赞的张产林 以及呢 还有接下来的姚黎朱婷等选手的回归 确实会让女排具备更大的竞争力 夺冠的机会也会加大很多倍 第二大方面 如今的蔡兵教练将会具备三大王牌 更好的去争夺大赛的冠军 就同样让人看到了更大的发展可能性 也看到了更大的发展潜力 对于女排的对我来说 大家会发觉 在赛场当中所具备的竞争力水准是比较高的 同时呢 包括了女排现在蔡兵的三大底牌 到底是谁呢 其中除了张产林跟朱婷以外 大家不要忽略了 还有一位那就是吴孟杰 当然了 我们刚刚所了解到的李盈盈 他本来就是一名超强的得分王 而且李盈盈在世界俱乐部大赛当中 他也入选了最佳的阵容 李盈盈所具备的水准是无可厚非的 唐道女排 接下来将会重点提拔的新一代的选手 包括了吴孟杰 这位00后的潜力股 唐跳能力非常高 扣球命中率也非常高 吴孟杰将会搭战上两名老将的回归 也就是有了朱婷张产林两人共同联手回归 这三名主攻选手共同加募到女排 可以说让蔡兵具备更大的底气 具备更大的争夺冠军的实力 哪怕说 蔡兵在过去包括了奥运会的资格选拔大赛 他曾经遇到了三场比赛的联败 导致了女排的队伍 暂时无法直通巴黎奥运会 但是女排接下来将会具备更强大的一套阵容 包括了朱婷张产林都是超强的得分手 吴孟杰过去没有被蔡兵重点关注重点提拔 接下来也将会得到蔡兵的重点提拔上去 让他得到重用 夺冠的机会也会加大很多倍 与此同时 女排的队伍当中 原本所具备的阵容 包括了袁星月 王元元 还有团队当中的王元璐 以及李莹玲等选手 具备的潜力就很大了 如果说蔡兵还懂得去提拔 包括了在世界俱乐部大赛当中 拿到了第二 二传手称号的姚迪 如果说姚迪也被蔡兵提拔上位 相信过去的郎平的土地 将会帮助女排 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 能够赢下大赛的冠军 最起码来说 蔡兵首先要懂得选人 懂得让人 合理的进行战术安排 以及人员的安排 这样在大赛当中 打进奥运会 以及争夺奥运会比赛的冠军 机会都比较大 还是让人十分期待和看好的 大家是否支持 接下来的女排队伍 由蔡兵带队去争夺冠军 还是说把郎平给叫回来 更加有机会夺冠呢 说说您个人的看法 也感谢大家下期再见